昨晚这里下了一夜的雨啊,现在是8点,今天是3月30号 今天我要回安徽了,早上很早就起来了 因为今天可能要一直在高速上跑路,所以我把中午的饭都把准备好了 早上呢,先下个面条,吃一下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现在一个卡斯鲁,一个酒精,两个炉子啊,早点有两个炉子 这个是昨天吃的猪蹄汤,给它下面条 这边这个小锅呢,煮面条,这样快一点 这边来点香菜,生姜 这小酒精炉烧的还真快啊,面条搞进去 再来两个鸡蛋 这面条也好了,这个面条是单地的手工面,多买一点就好了 这面条好吃,猪蹄汤汁 下面面条烫了 猪蹄汤汁啊,油有点重 这也不能啊,吃完面料都揉了,昨天下的雨不是雪,你看这个温度啊,回升了 今天要远行啊,所以房车里面的东西啊,都要把它剪剪好,尤其是平平安安安,都要把它剪好 这是我中午准备的饭 做完吃剩的主题,在饭里面一锅热,这样做好,待会给它夹着吃 电话锅放在架子,在电器上随时能热,暖瓶卡在这里,随时能加水 这边水杯用一张,全部收拾的,窗户全部都关好了,这边平平安安安都关好了 现在我的水电全满,灯关掉,就准备出发 我先去晒子店,把这个车机油换掉,这个机油还让我上次跑到跟蒙古 这么长时间啊,他们又跑到南京,又跑到韩州,这么长时间这个机油一定要换掉 现在外面下某某雨,前面好像秋了,机油换好了,200,导航 导航,中里称986公里,现在是上午的10点51,能跑个400公里就不错了,这一上午时间没有了 你看这边的雪都没滑,这么厚啊,上了高速就快了,现在进入微轻高速了 谢谢 这款车的驾驶感还是蛮好的,视野开阔啊,反正又不想着超车在新的高山,有福出还蛮好的 好,沿途也能看到风景 现在已经是中午的12点半了,关键啊,车都没有油了,还有一个油 先来找一个服务区抵下来吧,先来吃点饭 海洋服务区 上午跑了100多公里,现在还有836公里 饭啊,点饭都好了,先吃饭 看,放车就是方便啊,吃饭也方便,放辣都是一个问题的家 红烧猪蹄 饭 待会再煮点饭,慢慢吃 来点香菜 麻油醬 生物不能停留了 把米拿着扶去洗一下 把碗上的菜从冰箱拿出来 鲜鱼烧肉 鲜鱼烧肉 放在这个西菜池里 板块在这里就洗好了 把米拿着扶去洗一下 我们已经洗好了 到这边看有没有上烟 来的烟 加个油 加了423块钱 先麻2点了 跑到下午4点半 住车 开始导航 不想用前方 基本上就入住环岛服务区了 不跑了 现在4点多了 停在了环岛服务区 今天跑了300多公里 还有678公里 开车都能闻到饭的香味 上车好了 放到开啊 也不急啊 这个环岛服务区 车辆也不少 我来侦查一下 最佳驻车位置 这服务区后面 是行动员充电桩 这边肯定是停不了 那边是汽修 这边停的都是小车 那边是大车 我车也停在那边 只能在那边停了 下个服务区 还有7多多公里 现在4点多了 我要早点停下来 然后把视频准备一下 6点钟发掉 所以我必须要停在这地方了 没有选择啊 就停在这里 做饭 取不烧油了 肉先把油熬出来 这东西 这东西 炖入白酒 西芯 生抽 生姜 山姜 辣椒 加水 再来点花蜜 谢谢 在服务区路营啊 有水有热水 就这个方便 但是这里啊 有点炒 有点炒呢 但是我也习惯了 炒也流水的状 稍微有一个小时啊 好了 炒点葱花 好 准备开吃 开吃了 为什么有人说饭吃不好呢 这有吃的有碎的 这么方便 为什么说饭吃不好呢 这么切切的饭吃生活 我是太喜欢了 看我这个鲜油烧肉 好不好吃啊 应该不会咸吧 没口眼 肉是不行 我看鱼啊 还行啊 有一点点偏鲜 咸蜂蛬 开心 既然还好 咸彩虾 这个鲜油烧肉啊 吃饭可呢 有多好 外面天已经黑了 在服务打担摩我也打过 和房车感觉不一样 在房车里面就像家一样的 我现在是对房车越提越觉得好 太方便了 这喝两杯酒明天还开始 明天中午我就不要烧菜了 有些鱼切肉啊 在这碟碗锅里面一锅酥 停下来就能吃饭 来 炸一碗吧 喝点啊 我要吃点饭 这碟碗锅就是好 我一路开车就不能弄饭的香味 到了服务去 拆一勺就能吃饭 还有白米酒吧 喝点啊 我就吃点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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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汤了 再吃点汤了 然后拿个壶到点水 洗一下碗就早点休息了 没想到早点赶路 我想这样 把这个鱼赶到小盘子里面 汤装不下就不要了 明天在电饭锅里面 饭也熟了 菜也熟 热了 现在气氛回升了 我吃过饭都感觉有点冒汗 都收拾好了 所以我们的房车生活 房车旅途 反正我是认为便捷 方便 有家的感觉 这种温馨幸福感 这个房车好不好 是因人而异 不能是你认为的 就把这个下电灯 有些人就这么说 谁买谁后悔 那是你的想法 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 电灯给你自己不要紧 不能电给别人 我也是水平了流 大点水哈 洗一下 大点水 现在外面风好大 今天晚上肯定要下去 哎呀 外面冷啊 我还以为今天很暖和呢 我就洗一洗了 那大家晚上我们就明天见了 干杯 干杯 谢谢观看